新冠病毒到底从哪来? 7月22日,中国政府召开信用发布会 介绍新冠病毒溯源有关情况。 2021年初,世卫组织国际专家组 曾来华开展病毒溯源工作, 并于3月30日发布了 世卫组织召集的 《新冠病毒全球溯源研究中国部分》的报告。 联合专家组最终确定了 病毒出现途径的几种可能性。 第一种就是人需公伤病直接移除 是可能到比较可能 就人需公伤 这个直接移除 也就是从这个动物宿主 直接移除到人 这种可能性是可能到比较可能 然后这个通过中间宿主引入 是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 这通说一点假 就是从自然宿主 从这个动物的自然宿主 病毒的自然宿主是动物 某种动物 从这个动物通过中间宿主 再过渡到人身上 这个是可能 这个是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 所以这个是第二种 第三种是通过冷链 冷链传入 大家知道 这个在去年 我们这个各地的一些散发疫情中 都陆续的 这个发现 冷链传播 是有可能这个 引入病毒的 所以这个是 认为这个是可能的 最后 一个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就是 这个实验室引入 实验室引入是极不可能 专家表示 新冠病毒是自然起源 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不少知名专家 多次在柳叶刀 等相关平台发文 用科学的证据 驳斥了实验室泄露的阴谋论 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 第一 在2019年代 12月30号之前 武汉病毒研究所 没有接触 保藏 和研究过新冠病毒 第二 武汉病毒研究所 从来没有设计 制造 和泄露新冠病毒 第三 到目前为止 武汉病毒研究所的 职工和研究生 保持新冠病毒的临感染 谈及中国不提供武汉早期 新冠病人原始数据的问题 曾参与岁源工作的 中国世界卫生组织 新冠病毒 岁源联合研究专家组 中方组长梁万年解释 事实上 在武汉开展岁源工作期间 中方向专家组成员 全部展示了病例数据 专家组对病例数据 进行了分析研究 只是为了保护病人的隐私 我们不同意 提供原始的数据 也没有让他们进行拷贝和破照 这个在工作当时的时候 国际的专家 也给予了充分的理解 也深刻地感受到 这也是一个国际的惯例 这也不仅仅是中国的国家 是这种情况 曾一新表示 新冠病毒溯源是一个科学问题 中国政府一贯支持科学的 开展病毒溯源 但反对将溯源工作政治化 我们认为 第二阶段病毒溯源 应该在第一阶段 病毒溯源的基础上 来延伸 应该以世界卫生大会 73.1号决议 作为指引 经过充分讨论 磋商后来开展 对于第一阶段 病毒溯源是 已经开展过的 尤其是已经有了明确的结论 我们就不应该再重复开展 而应该在成员国 充分广泛磋商的基础上 推动在全球 多国多地 范围内开展 早期病例 被稍锁 分子流行病学 动物和中间宿主 等等方面的 这样一些所愿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